衣橱 韩国近几年驱魔电影的天花板 无数网友看完以后直呼过瘾 胆小的粉丝请做好心理准备 这天刚刚搬入新家的小美正在地上玩手机 她突然听到旁边的衣橱传出了声响 她打开衣橱以后却什么也没发现 但她的身后却出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 大壮跑来以后小美变得十分异常 明明发出了尖叫却声称自己没有 大壮感觉房间一切正常以后离开了 由于工作的原因 大壮深夜加班设计图纸 小美在楼上拉起了小提琴 大壮让小美安静一点 可是刚化了梅两笔 小提琴声再次响起 大壮忍无可忍 她来到楼上却发现小美早已熟睡 她打算离开的时候 身后的衣橱自己打开了 她看了看里边除了衣服没有其他东西 可是等她再次离开的时候 衣橱又自动打开 这次她仔细向里边望去 下一秒 原来大壮只是做了一个梦 她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发现自己的图纸被撕掉 她来到楼上发现玩具娃娃也被撕碎 小提琴也被损毁 此时小美正在楼下 她用刀子杀死了一只乌鸦 眼珠也开始翻白 这天大壮独自去上班 把小美扔在了家里 小美站在衣橱前喃喃自语 不一会儿眼珠再次翻白 最后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就这样 小美无缘无故地失踪了 大壮寻觅了很长时间 都找不到女儿的线索 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说自98年开始 这里已经消失了32个小孩 她还拿出一盒录像带 里边的女人正是她的母亲 难怪大壮之前做梦会梦到 男子名叫小帅 她继承了母亲一波 是一名灵媒 她说小美人在意姐 尿马上展开行动营救 随即他们布置好设备 利用布娃娃吸引小鬼 深夜到来 小帅熬不住了 躺在沙发上睡觉 大壮听到女儿的叫声 他独自进入房间 他缓缓走进衣橱 声音一定是这里发出的 当他打开衣橱门以后 身后的房门被关闭了 紧接着各种小鬼出现 小帅让他赶紧闭上了眼睛 乐鬼只能看到睁着眼睛的人类 小帅提示大壮一步步脱离这里 乐鬼在房间里四处游荡 突然小帅的设备失灵了 他正要检修的时候 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小帅面前 他一个眼神将小帅打倒在地 小帅捡起地上的刀子扔向女孩 但是刀子却定在半空中 大壮摆脱魔掌以后跑回房间 当他敲开房门以后 小帅已经身受重伤 在送小帅进入医护室的过程中 小帅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伤害他的女孩叫做明珍 大壮查阅了明珍的资料 经过一番打探 他来到上东村的山上 这里居住着一个男人 大壮开门见山 直接说明了来意 还拿出衣橱里的娃娃 男人看见娃娃以后无比愤怒 他将娃娃拿到另一个房间点燃 这彻底惹怒了明珍 明珍出现在他面前 没一会儿就用绳子勒住了男人的脖子 准备将男人处死 大壮听到动静以后来到屋内 男人却掐住了大壮的脖子 在这一刻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大壮面前展现出来 原来几年以前 亚洲出现金融风暴 男人欠下一身债务 他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妻子 还将自己的女儿明珍关进了衣橱里 使用浓烟将女儿枪死了 就在大壮快要断气的时候 小帅及时赶来救下了大壮 紧接着男人被明珍拖进了衣柜里 两人不再耽搁 赶紧再次回到住宅 这一次大壮准备亲自前往一届带回女儿 小帅开始做法 用刀子划破大壮的手臂 鲜血滴落在火盆里 大壮进入衣橱 小帅在衣橱上贴上符纸 一阵经文过后 大壮来到了一届 他先是被死去的明珍父亲一顿暴走 他抬头一看这里有无数具男人的尸体 吊死在房梁上 他跌跌撞撞来到了一片树林 这里全是小孩 所有孩子看到他以后都露出了恐怖的面 孩子们朝着大壮醒来 大壮身体上挨了几刀 这时他听到小提琴声响起 他发现小美就在不远处 他赶紧来到小美身边 突然一辆卡车袭来 一下子撞飞了妇女二人 等到大壮醒来以后 明珍也出现了 他并不想让大壮带走小美 大壮替明珍的父亲道歉 也为自己的不负责任道歉 他承认自己每天忙碌于工作 没有照顾好小美 听到这里明珍突然抱怒 随后他掐住了大壮的脖子 他命令小美亲手解决掉大壮 就在小美手起刀落之时 有人呼喊了明珍的名字 原来是小帅做法 让明珍母亲出现在明珍面前 明珍恢复了正常 小帅赶紧劝说大壮回拳 因为他快坚持不住了 最后大壮抱着小美跑出了衣橱 而另一边的明珍 也牵着母亲的手慢慢离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